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边有双洗手台的设计 所以我发现 其实现在的业主 好像在对这个室内设计的要求的时候 就连客用卫浴 也都已经可以想得很面面俱到 同时有在洗手 那有在消耗的时候 那其实那水压 或者是互相拉扯的力道 蛮重要的 所以马上开消耗跟马上开龙头 它其实这个部分都可以维持比较好 强的水量 对 如果有可能刚好来了一家四口 小朋友要洗脸刷牙 然后爸爸想要一边消耗 那水突然忽冷忽热 或者是水太小了 这问题也会蛮大的 是 是常常遇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 蛮贴心的规划 那智慧型的恒温系统 就可以支援这个部分 也让主人不会失了面子 对 来到这样的主卧位浴 你爹的感觉就是哇 泡澡也太舒服了吧 因为在这样一个可以引颈入室的 这个浴缸里头 泡澡真的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做设计规划的时候 像设计这样子的一个浴室 是它有困难性的 怎么说 它的机能性要满足 包括了马桶给水 小耳给水 浴缸给水 甚至加上双洗头才给水 这个问题其实在机垫上面的安排 是还蛮繁俗的 而且现代人又这么注重抒压 可能下了班 第一件事情就是泡澡 然后可能我一边放我泡澡的水 我可能一边还在卸妆 洗脸 这时候就像你讲 问题就来 对不对 一般的传统式的热水器 因为它的浸管非常的小 所以它的水量通常都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会放一缸水 可能要超过20分钟 对 浴缸那么大 对 超过20分钟 假设超过20分钟的时候 蓄完水大概又冷却 心也冷的 对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 智慧型的热水器 它的速度很快 像放这么大的浴缸 就水大概5分钟 这么快 5分钟的就是 真的啊 这样真的洗个脸完 马上一回头 水已经满了 对 然后心情很好的情况下 搭配这样的美景 通常一般就搭配骁澳 可能骁澳也都有 有水吧的功能 上面的花洒再搭上一个水 水量也要很大 水量也要很大 对 这水量都要很大 所以在这样的卫浴空间里面 你将来泡澡不会觉得是一个负担 也不会联想到等待 而是你会觉得很快速 就是我水放好了泡进去 欣赏我的美景 对 就可以开始 美好的一天对不对 对 OK 太棒 因为它很快开热水器的时候 它很快就有烧水 然后变成说我们很多热水器 很多地方可以用 有客人的时候 他们哪边一用哪边用 那个热水都够的 以往来讲的话 日式的热水器它的供水量不足 那你有可能 太太在洗碗 先生或是小孩在浴室洗澡的时候 就没有热水 然后或会 那这样子的话就造成你的一个 生活上使用的一个不便 那美式的热水器来讲的话 它虽然有大水量 可是它可能你用了30分钟以后 就完全被热水 那你泡完澡以后 就起来就没有水可以冲澡 这是一般消费者 很头痛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热水器 结合日式跟美式的优点 你可以无限量的 大量的使用热水